接下来要上的叫做音调,这个考的比较多 音调就指声音的高低 高音跟低音叫声音的高低 它是由频率决定的,频率越高 就叫音调就越高,频率越高音调就越高 声音的高低叫做所谓的音调 重点 同一个材料 越轻薄短小几 频率就会越大,音调就会越高 因为不同材料就很难比较 你是铁做的,我是铜做的就很难比 但是我同样是一根铁质的东西 你们有玩吉他的就知道 或者是有任何弹奏会弹弦乐器 看得到弦的弦乐器就知道 你那个吉他的手放得比较低的时候 拨的时候比较短的音调就比较高 放比较上面的时候音调就比较低 还有你那个线 粗细不一样的时候 粗的音调声会比较低 气的声音调声会比较高 所以就记这句话 同一个材质越轻薄短小几 它所发出的频率就会越高 考试就通常就考这个 考试通常就考这个 同一个材质轻薄短小几 音调会高 像这个 就是那个狗人一发车的发发的音调 看看这场面不用飞 A调是他会举到A调出来 其实会辣 因为他一些音叉都是A调的音叉 然后定辣所以他会举到他 或者看看就可以不用飞他 通常来讲一般来说 男生的音调会比较低 女生的音调会比较高 青春期之后开始变深 男生的声道会变得比较肥厚 所以声音调会比较低 当然有些男生变音没有变过来的 就会比较尖锐一点 或者是女生有时候会稍微粗一点 还有你生病的时候 你生病的时候 你喉咙发炎干嘛 肿起来了 因为肿起来是一个比较肥厚 所以听起来就很有情绪 很低的沉的声音 因为轻薄短小子音调会比较肥厚 所以音调就比较低 然后这些是一个频率 大家讲过集中参考不用飞 欣赏完就好了 一般的乐器是这样 人类的声带是这样 然后交谈是这样 看看就好就玩 这都不用飞 这都不用飞 你就只要知道这样就可以了 那小朋友因为年纪比较小 所以比较细 所以通常小孩子音调会比较高 来 停车站接问 不是我讲了 一个吉他波弦弹奏 请问你 谁是对的 谁是对的 用力弹就是给能量 就是改变政府 越用力政府就会越大 所以就想度就会越大 所以A就是错 然后同样材料 越轻薄短小紧 那它的音调就会越高 所以改变弦长 弦长比较短的音调会比较高 所以呢 B是错的 那如果出细 比较细的音调高 比较粗的音调低 所以C也是错的 所以只有正确的 比较紧的 就是那个把它锁得比较紧的 音调会比较高 所以呢 答案就选猪耳 请问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来 欢迎你们 停车战业问 如此这般 答案是多少 天知道 30 30 30 你选A喔 先生请坐 你选A喔 先生请坐 你选A喔 先生请坐 你选全长越长 音调越低 越轻薄短小紧 音调越高 OK 可以吗 可以 很好 因为你选A 我叫你选A 我就是那练多的音调 我叫你选A 好 我叫你选A 我有选A OK